時鐘上面會有三種針 就是時針、分針、秒針 那時針就是短短粗粗的 那秒針就是細細長長的 那這三種針呢 他們走的快慢不一樣 所以他們有自己的規律 那規律老師整理在這裡 那你在記的時候一定要搭配圖形 一定要想像畫面才會好記 所以呢我開始解釋給你聽喔 來看這邊 時針、時針短短粗粗的 它只走大格子 記起來時針只走大格子 時針只走大格子 所以你看這邊喔 那每一個大格子 每一個大格子呢 就是一小時 十二點到一點就是經過一小時 一點到兩點 一點到兩點又是經過一小時 所以每一個大格子 每一個大格子 每一個大格子 每一個大格子都是經過一個小時 會不會了 每一個大格子都是經過一個小時 聽得懂嗎? 所以一個大格子都是一個小時 一個大格子都是一個小時 所以記起來 十針只走大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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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格子 大格子 每一個大格子就是一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 十針只走大格子 大格子 每一個大格子就是一小時 十針只走大格子 一個大格子就是一小時 十針只走大格子 一個大格子就是一小時 有没有在记?好,再来,换分帧秒帧 那分帧秒帧呢? 你走大格子,那我就走什么?小格子 那你会发现,一个时钟上面 是不是有60个小格子,是不是有60个小格子 那每出现数字的时候呢 就是5的倍数啊,515,520 到这里就会有10个小格子 535,535 从这边数过来就会有15个小格子 540,540,从这里数来这里 就会有20个小格子,听得懂吗? 所以出现数字的时候都是5的倍数 都是5的倍数,小格子 那分帧跟秒帧都是走小格子 那你走分帧走一小格就是一分钟 秒帧走一小格就是一秒钟 所以呢,小格子,小格子很好记啊 你一小格分帧走就叫分钟 秒帧走就叫秒钟啊 分帧走就叫分钟 秒帧走就叫秒钟啊 会不会了,是不是很简单 那一个大格子,一个大格子 里面会有5个小格子啊 5个小格子,5个小格子 5个小格子,5个小格子,5个小格子,5个小格子啊 所以一个大格子里面都有5个小格子,5个小格子 那你一个是1分钟,那5格不就是5分钟? 那你一个是1秒钟,那5格不就是5秒钟? 很好记哦,所以一个大格子里面会有5个小格子 所以就是5秒钟5分钟 会不会了 再来看这边哦 再来看这边哦 那分针转一圈 分针转一圈 分针转一圈 是不是走了60个小格 那每一个小格子叫1分钟 那60个小格子不就是60分钟? 那60分钟不就是1小时? 所以分针转一圈1小时 分针转一圈1小时 分针转一圈1小时 那秒针呢? 秒针呢? 秒针转一圈也是走了60个小格子啊 那每一个小格子叫1秒 那60个不就是60秒? 那60秒叫做1分钟 所以秒针转一圈是60秒 就是1分钟 秒针转一圈就是1分钟 秒针转一圈就是1分钟 分针转一圈叫1小时 分针转一圈就是1小时 秒针转一圈叫1分钟 会不会了 再来那我问你哦 那一天呢? 一天是不是24小时? 啊是不是就要走24个大格子 可是你这里一圈只有12个大格子啊 那表示你要走 十针就要走两圈 所以经过一天十针要走两圈 记起来 走两圈走两圈 12小时再12小时 就24小时就是1天 所以要走两圈 走两圈就是1天 十针走两圈就是1天 十针走两圈就是1天 会不会了? 再来等一下我们做题目的时候呢 会出现走几圈 几大格 几小格 那我们通通都把它换成 走了几分钟 几秒钟 几小时 再来做 会不会 所以呢 等一下 题目会出现走几圈 好 走几大格 那我们通通换成什么 换成几小时 几分钟 几秒钟 再来做 会不会了 再来我们来开始做题目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每一题 是不是出现走几小格 走几小格 走几大格 走几圈 那只要出现走几圈 几大格 几小格呢 通通都换成十分秒 十分秒 会不会 所以来你看这边 分针 分针 一格 一小格就是一分钟 所以五小格 不就是五分钟 会不会 所以走几小格 几小格 几大格 几圈 都换成十分秒就对了 来换这里 好 秒针 秒针 秒针走三百个小格子 那不就是三百秒 再来 十针走两大格 两大格 十针子走大格子 一大格就是一小时 所以两大格就是两小时 再来 分针 分针 走六圈 分针走六圈 那一圈走了六十个小格子 就是六十分钟 就是一小时 所以一圈 一圈 是一小时 六圈 就是六小时 所以通通都换成 十分秒 有没有 通通都换成十分秒 十分秒 十分秒 开始了 来换后面了 那秒针呢 秒针会走几圈 那秒针一圈就是一分钟 一圈就是一分钟 那你这里有五分钟 那不就是五圈 再来换这边 再来换这边 你这里三百秒 那分针 分针会走几小格 那三百秒 三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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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就是六十秒 再六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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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是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就是五小格 忽不会了 忽不会了 好 再来换这边 好 两小时 那分针要走几圈 那分针 分针 一圈 一圈是多少 一圈是一小时 一圈是一小时 那两小时 不就是要两圈 忽不会了 不就是几小格 那一圈有六十个小格 那两圈不就是六十乘以二 六十乘以二 所以会有一百二十个小格子 再来换这里 六小时 六小时 十针 十针 十针只走大格子 一个大格子就是一小时 一个大格子就是一小时 那六小时 六小时不就是要六 六个大格子吗 找到了 会不会了 所以这里很麻烦哦 一下子小格 一下子大格 一下子走几圈 所以很容易搞混 所以你碰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你就是先换成十分秒 十分秒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去走走看 一定要放慢速度 因为很容易错 会不会了 一定要慢慢做哦 范例二 又出现走几小格 几大格几圈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小格子 大格子几圈都把它变成十分秒 变成十分秒 你要看清楚是秒针 秒针呢 一小格就是一秒 所以三十小格就是三十秒 再来 又是秒针 秒针可是这里是大格子 大格子里面就会有五个小格子 所以五七三十五 所以这里会有三十五个小格子 每个小格子就是一秒 所以就是有三十五秒 可以吗 再换这边 这里是秒针 那秒针呢 一圈 秒针一圈 就是一分钟 所以八圈就是八分钟 好都找到了 都变成十分秒 有没有 分秒秒 有没有 就可以开始算了 那四分二十七秒 再走三十小格 就是再经过三十秒 所以呢 二十七再加三十 所以就是四分五十七秒 再来 三分零八秒 然后再三十五秒呢 所以八加三十五 五拿走二剩三 所以是四十三 所以就是三分四十三秒 再来换下面那一题 那七分三十五秒 再八分呢 七加八等于十五 所以是十五分钟 三十五秒 就可以找得很快 会不会了 来继续 分针 也是走小格子 一小格就是一分钟 那这里有两百四十个小格子 所以就是两百四十分钟 两百四十分钟 那每六十分钟 每六十分钟 每六十分钟就是走一圈 六十分钟就是一小时 那两百四十呢 是不是六十加六十 加六十加六十 那是不是走一圈 两圈三圈四圈 是不是四圈 所以就是四个小时 听得懂吗 所以它就是等于四个小时 那边是六小时 二十五分 再加上四小时 那不就是十点 二十五分 会不会了 再来换这里 这里是十针 十针只走大格子 每一个大格子就是一小时 所以三个大格子 那不就是三小时 所以就很简单 这边是两小时 再三小时 那不就是五小时 所以就是五点二十分 再来换这里 这里是分针 看清楚分针 走五圈 一圈就是 一圈就是一小时 分针 分针一圈就是一分两分三分四分 一直到六十分钟 所以就是一小时 所以一圈就是一小时 分针一圈就是一小时 那五圈就是五小时 所以再加这里的十小时 那不就是 十五点十九分 会了吗 所以也会看到走小格子大格子几圈 通通要改成几分几分几小时 会不会了 会不会了 犯例三 现在是二月六号的下午三点 那二十四小时前 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不就是刚好等于一天 所以就是往前一天 往前一天 现在是六号 那前一天不就是五号 所以就是二月五号下午的三点 这里怎么没有下午 这里怎么没有下午 这里有下午 这里怎么没有 因为它变二十四小时字了 所以要小心哦 变二十四小时字 那下午下午就是超过十二点 所以要加十二 所以三再加十二 所以这里就是十五 会了吗 再来 那四十八小时呢 那四十八小时就是二十四 加二十四 那睡不就是两天 可是看清楚 这里是两天之后 两天之后 所以两天之后 现在是六号 再一天 再一天 那两天之后就是加二 所以这里是八号了 二月八号 六加二 八号了 那时间没有变 可是一样哦 要改成什么 二十四小时字 因为它没有下午两个字 所以这里要写十五 会不会了 下午就是超过中午十二点 所以要加十二 所以三加十二等于十五 再来换下一题 那三十个小时呢 那三十个小时不就是 二十四小时 再加上六小时吗 那这个二十四小时不就是一天吗 所以呢 你是要先加一天 所以二月六号加一天 就是二月七号 那这里是什么 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就是十五啊 可是这里还有多出来的六啊 所以你还在加六 所以就会变成是 二十一点 会不会了 所以要小心这里哦 这里有下午哦 这里没有 所以要变二十四小时字 会不会 那一天一天是二十四小时 两天就是四十八 听得懂 那如果有多出来 多出来就是再加给它后面的 这样就好了 会不会了 换范例是 现在是上午的九点 上午的九点 有上午下午 所以就是十二小时字 所以是上午的九点 那十针 十针 十针 一定要看清楚 是什么针 十针走四大格呢 十针就是走大格子啊 一大格就是一小时 所以四大格不就是四小时 所以你要把 走几大格 几小格 几圈 都换成十分秒 会不会了 所以四大格 十针四大格就是四小时 所以呢 上午九点再加四小时 那九加四 九加四是不是十三 就超过中午十二点了 就超过中午十二点了 所以它就要写下午了 会不会了 九加四是不是等于十三 是不是超过中午十二点了 所以你就要减十二 然后呢 跟人家讲是下午 所以就是下午的一点 会不会了 会不会了 再来 那么分针 现在换分针了 那分针走小格子 一小格就是一分钟 那走六十个小格 走六十个小格子 就是一圈 就是六十分钟 就是一小时 所以走一圈就是一小时 那六十个小格 就是一圈 那你这有一百二十个小格 那是不是六十小格 再加六十小格 那是不是就一圈 再加一圈 那不就是等于两圈 那两圈不就是两个小时吗 那两小时 这里是上午的九点 那再两个小时 再两个小时 所以九加二 九加二 是不是十一 十一还没有超过中午十二点 所以还是上午 那是十一 会不会了 来再看下一个 现在还是分针 分针一圈 六十分钟就是一小时 分针一圈一小时 分针走一圈就是一小时 分针走一圈就是一小时 那五圈就是五小时 所以九加五 九加五 九加五等于十四 超过中午十二点减十二 所以是下午的十四减十二等于二 所以就是下午的两点 会不会了 再来换最后一题 那三个小时之前呢 三个小时之前呢 好 所以九点 九点在这里 你要往前找啊 所以往前找一个小时 再一个小时 再一个小时 那九的前面 这不是八点 再来是七点 再来是六点吗 所以你就直接 九减三个小时 所以就是六点 所以还是上午的六点 收工 范例五 九点十七分 分针 走二十个小格 分针是走小格子 所以一小格就是一分钟 那二十个小格子 不就是二十分钟 啊所以呢 走了二十分钟之后呢 之后呢 所以你就要把九点十七分 这个十七 再走二十个小格 就是二十分钟 所以十七再加这个二十 所以就是三十七 所以就是九点三十七 会了吗 再来换下面 那六十秒之前呢 六十秒之前 六十秒不就是一分钟吗 六十秒就是一分 一分就是六十秒 啊所以呢 之前你要往前面找 啊往前面找就是更少 所以呢 这个十七要减这个一分钟 所以就是十六 所以就是九点十六分 会了吗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